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條項鏈和耳環是來自Anna Luisa的 她這次寄了一對耳環和兩條項鏈 我也是非常喜歡 其實去年我收過她三對耳環 她暫時我戴了一年 其實都沒有任何損壞和脫色的情況 今天出街之前我決定戴這條項鏈和耳環出街 配合都是金色 現在我戴完她的色物 這個項鏈放在頸上 穿深色的衣服 這條項鏈其實是非常鎮定 而且很搭配 戴上這個耳環也不小 就非常眼睛 所以今天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適逢接下來是情人節 如果大家還沒想到買什麼給另一半 或者是買給自己的話 都可以上去她們的網站 看看有沒有適合自己的食物 還有現在她正在做一些優惠 而我下面也有這個優惠 可以有8折 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開始看看我們泰國VLOG的第五集 我們今天就來這個鄭王廟對面的一間 很多人都會來預約穿泰服的店 就是這間 我們就預約了去換一換泰服 現在其實10點多已經是很多人 因為我們預約了12點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早到11點到 她就叫我12點才回來 那我就去附近走一會 還有它裡面真的很多人 大家一定要提早一個禮拜前就好 預約這間店 而且它已經是你選了那套服裝的價錢 就包了一些飾物 手袋那些 所以大家記住戴上一雙涼鞋就OK的了 還有大家記住在IG 看看她的項目 就選擇你想穿什麼色的衣服 泰服 去到就不用想那麼久 就可以快點選好你的顏色 還有搭上去趁一下 幸好我們來到泰國 那麼久都 Touchwood都沒下過過月 早上一會就會在這裡搭船 買船票30匹 就過去好像是那邊的鄭王廟去拍照 在換衣服的下一層就有這些店 真的很漂亮 這個就是600多 700多和800多的部分 就是有些分別 是超多不同款式的布可以選擇 但是今天其實都幾多人 已經是剛剛10點開門的時間 我們現在在等著 是超級多人 OMG 她是可以這樣搭 就是甘甘地 就是再這樣搭 就會再甘些 就是原來 真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襯法 她的員工是很用心 而且很仔細 這樣去幫你搭不同顏色的衣服 搭到你覺得滿意為止 其實她們的服務態度也很好 所以是很讚的 因為實在有太多不同的襯法 所以我都問了她的意見 她都很好地給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怎樣搭配才是比較好看 以及適合我 最後我就是選了800匹一套 因為我覺得有少許閃才會比較鎮 以及拍照出來才會比較好看 之後就會有個專人帶你去fitting 幫你去穿這一套太服 以及會帶上這些包了的衣服 其實她也是會問你選擇什麼顏色 這樣 剛剛就換好了 帶上一些飾物 她也是包了 還有一個手袋 剛剛就租了一套衣服 現在就打算搭船去正王 還有一個袋 之後走到這個碼頭 就是30匹一個 就可以去到正王 現在的時間表 剛剛買了一套100匹的入場券 剛剛買了一套100匹的入場券 這裡就是正王廟 現在就進去 現在來到正王廟 今天有很多人 現在就去找個地方拍照 這個樓梯好高喔 這個樓梯好高喔 而且這裡拍下去很漂亮 今天天氣很好 現在我們就準備過船船去橫衣服 因為現在開始有點肚餓 超級低 這個after用紙 價值70元的港幣 還不用排隊 今天還有一層沒有下雨 來到這個cm square 那裡逛街 超多店 而且這條街現在超新正 好像去了韓國那樣 這條街 雖然已經太久沒有去韓國 現在就決定找那間 我想逛那間買衣服去看看 這間店是有超多不同的衣服 還有食物去選擇 左邊就是女裝 右邊就是男裝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帽 是花多、眼嫩 那大家就可以過來尋一下寶 看看有什麼適合 那我在這裡也買了兩個袋 還有一頂帽 之後我們就來到這間很大熱的店 裡面全部都很多年輕人去逛 裡面多數都是買一些貼紙 飾物 有些iPad套 而且裡面也挺大 很多東西買 大家可以過來買一下 一些不同的飾物 可以送給人 來到泰國這個cm區 其實真的可以逛一天 因為它整條街都有很多不同特色的小店 也有很多自己的local brand 其實已經可以逛全日 也可以買很多很多不同的衣服 帽子、飾物等等 所以這裡我也是逛了很久 轉彈間就逛到夜晚 看到前面超級多人 原來那天應該是有什麼聖誕節的event 有些泰國明星 所以這個區全部都是人逼人 超誇張 所以我也是馬上戴口罩 先戴口罩 有些袋子 就是在bm center的這一間 還有很多小袋子 這些也挺漂亮的 就是這些顏色 看看多少錢 690泰 即是百多元 來到這個cm center 反而它的價格就會高一點 始終是商場 而且它是有很多不同 真的泰國的local brand的designer 所以它的價錢 可能一件衣服 可能要大約五百多元以上 所以大家就可能看看 有沒有適合自己的衣服去買 好大一件衣服 好漂亮 放在地上坐 不捨得坐 但它超便宜 595泰 但是行李箱是沒有位置放的 這裡還有一個座墊 300多泰 好漂亮 好舒服 這隻刀好可愛 很多公仔 好漂亮 好想拿回家 上海來到泰國曼谷 有件事很煩 就是 每次買票 都是很多人買的 總括來說 我非常推薦大家 大家記得租這個泰國 去鄭王廟拍照 而且大家都可以花一日的時間 去CM那裡逛街買衣服 買手信 下一條片 就是最後一集的曼谷Vlog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